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 老師推車 今天推這台 Sky Active 五門的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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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稱的M6 Shooting Black M6是B&W在用的 Shooting Black 是Bandu在用的 你買過新的馬三 一定要先買一台馬六 有網友在問 你還趕快還在買 PSG 我那時候的結論是這個 會怕就不要買 買就不要怕 身為一個專業的汽車車皮 你要講說 我還在持續觀察生 我相信他進化到某一天 我就可以再買了 我可以確定的是 觀眾朋友可以安心的買 因為千分之二的機會 已經被我買走了 喔 愛子龍沒有買樂透 今天我們 我們還是要來宣傳一下 我們的那個頻道 小Andy DG Mobi 好放在這邊 基本上小Andy 他老婆跟我見面 不是 原來就是你喔 你老婆 跟我老婆見面的次數 比我們兩個見面的次數還多 真的 好啦 你今天來要幹嘛 今天呢 因為我其實 心裡面一直想要有一台 手牌車 因為我以前都開手牌 出手牌我就買 出手牌我就買 這次真的要買手牌了 基本上經費也不太夠 你知道養起來還很貴 所以說可以幫我找個這種 好入手 又好開 又帥氣 又便宜 開起來又爽 又很配合我的身高 0到100又只要5秒多 3秒差不多 3秒差不多 要多寫啊 要不要算一下重力加速度 那大概要接近90度的那個 吹直率耶 我告訴你 不要再說梗 還不是因為上次我幫你拍了影片 然後你這次回來還我而已 對吧 講那麼久 對啊 好沒關係馬上進入正題 今天推哪一台 推這台走 好 我們絕對不會用那種跳的那種老狗 我們直接都處理了好不好 這台2010年的Fiesta Fiesta應該是嘉年華的後續車種 英文是什麼 Bestiva Bestiva是停掉 所以Fiesta應該是全新的車型 沒錯 問題是 你說是幾年的 2010年 2010年 怎麼會是馬丁頭呢 帥啊 我記得以前沒有這麼帥 這叫做現型款 我跟你講這個顏色叫DM色 DM色都是一些什麼芥末黃啊 古銅金啊 什麼迷幻子啊 超級白啊 沒有啦 超級白那種沒有 一定都是一些很奇怪的顏色 對不對 這當初有限量的 因為它搭配它的那種顏色 都是紫色 完全就是一個變態的表現 芋頭紙 歐啊 好啦這個車頭改過了啦 你看這個馬丁頭 對啊 還特地把這個進氣孔都把它噴成熏黑的 搭配它的這個大燈 連這個霧燈都把它改成現在最新款的Fiesta車頭 這樣讓你開出去內行的就知道說 嗯 這一台不簡單 而且重點是我們是手牌子 當初新車售價你知道多少錢 80 70.8萬 這有實力耶 80他覺得好 我等一下賣你便宜一點 運氣好我是亂說 等一下賣你68就好了 你之前試駕過嗎 試駕過 印象很深刻 一直覺得它這個計量還好 120匹啊 現在到了山路的時候彎道不得了 很快的衝過去 我以為自己人力下就是體驗 屁咧 回去釣照片 釣照片 可以講那麼神 這個輪子是翹起來的 開得這麼鯨 然後回去都不知道 所以我跟你講齁 大家以後買二手車不要買到媒體試乘車 好不好 這就是千古不便的地方 對連我都不買 不行不行 你媽操到輪子都抬起來了 你就知道這過彎多可 還有它這個底盤啊 之前得過獎 跟那個GTR 都已戰神 GTR 等同GTR的地位 國外這個最佳底盤 那些獎會不會是大家都講好的 就很多人然後辦很多獎 金像獎金球獎金屁獎 有的沒有的 大家輪流這樣發獎牌這樣 最佳網站 我們也去辦獎 對啊對不對 像youtuber什麼走鐘獎 對對對 我們也可以辦一個youtuber金狗獎 好啦我讓你開引擎試讓你看一下 你之前有沒有開過手牌車 有耶 人生前四台都是手牌車 前四台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哪四台手牌車我進去看看 Aquila Integral Aquila的Integral 欸那是什麼DA9喔 DC啊 喔DC喔 喜美S3 喜美SRI是K6 然後呢 S2000 喔S2000 手牌你也開過 不過開了兩年就賣掉了 因為才太過 S2000 然後到最後 又換了一台Integral中古的 欸還有一台還有一台 E36318 自改手 喔自改手 Integral最速前驅車呢 不過那時候不是泰拔 就是它下面一邊 170P而已 170P 黑頭的 對不對 泰拔還是紅頭 對有黑的 太貴你買不到 不會啦 這樣聽起來就知道 你看看小Integral是有實力的人 手牌應該是沒有問題 看一下看一下 你用這個高規格來檢查我們的車好不好 有貼紙 這個頭燈是換過的 啊這副廠貼紙啊 副廠貼紙啊 對啊這副廠貼紙啊 啊因為換馬丁頭 換全黑頭燈啊 合理 合理 上面這邊 沒有挑過 這個膠條 用指甲摳的話軟軟的 對 這處理過 這有問題 對啊你看看 而且 都沒有貼紙 我們這個誠實可靠小狼聽 我們在做生意 本來就沒有要任何欺瞞的意義 砍之外 但是等一下 但是因為我們改了車頭 欸 不惜重置 把舊款改成新款 當然引擎蓋也要跟著換 因為這個大燈的弧度是不一樣的啊 那你怎麼沒有幫我挖個洞 或者幫我加個渦輪好不好 要我幫你養一隻瓜牛 對 那個法國田螺可不可以 法國田螺也可以 對對對 袋子稍微小一點 乾乾淨淨的對不對 啊這換過板件換過合理啊 沒有看到這台車之前樣子 就參考我們之前的影片就知道了 我們怎麼如何不惜重置 把它弄成現在這個新車頭的模樣 欸這花很多錢 室內看一下 來來來來 欸我跟妳講這個亮點就是在室內 喔 看到沒有 它這個配色 只有這個顏色的配色是這樣 紅來中 紅記憶 所以整個鋪層是 有黑色 這個掃紅色 這真的是黑棗的顏色 你有沒有覺得 黑棗的顏色 好看一下檢查一下 你覺得這個 欸欸欸欸 看一打開就被你抓包 這個也是軟的喔 這個 當然軟了媽的 趴下來來不軟 那個也改過 沒有改了 這壞掉了啦 脫線啦脫線你知道喔 在賣肌肉那個脫線你知道喔 在開始壞了 沒有我跟你講這個喔 脫膠你看喔 脫膠以後就會有這個粉 我看過有些消費者 直接再用強力膠 煮一煮再把它黏回去 這樣是不行 不行 為什麼因為有粉 有粉黏不住 所以你應該是要全部撕下 把這些粉都清乾淨 清乾淨 清潔乾淨之後你才可以抽你 還是拿節樂 cái東西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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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增進 我幫你噴不用錢 免費 送的 到時候你買了我就幫你噴 全車看你要怎麼噴 看是要噴一支 小チ噹還是多多龍 我都沒有問題 可是那個我畫出來 又可能要我跟你解釋 你才知道那是多多龙 可是它是多多龙喔 沒有錯 它在我心目中是多多龙 沒有錯 等一下我帶你 欸 你剛剛說有五個東西是什麼 對對對 安全性能 那很重要 欸 路貝格有沒有 哎呦 它存在這裡面喔 這個當時 2010年前 五顆性能 新車70萬 開70萬五顆性能 重點是 一般手牌都是 簡配車型 不好意思 沒有 我們雖然是手牌 我們一樣五顆性 除了五顆性能 欸 五顆性能還有一個在哪裡 幹 問題不準 你答不出來你會被幹掉 頭上 雞雞前面啦 雞雞 喔 對啦 對啦 雞雞氣囊啦 對 對 對 你如果腳開一點 你撞到之後 怕直接 我知道 從那邊有測評 把五個都試出來 我們今天就試出來好不好 好 那個 先付錢 對 不 節輕了 你要試什麼我都沒問題 好 發票開給你 你愛什麼弄 我們都配合 我們的服務至上 我們小吃汽車的服務 是秉持的 像鄰神北路般的那種 盡量滿足客人的需求 好不好 看你是要開到那個 港邊 改屏 港邊 好 開下去 還是要試下坡三秒鐘 還是要試五顆 連七雞氣囊 我們都可以試出來 沒有問題的 重點來了 還有防滑 這麼多氣囊 又有防滑 那時候才這樣子的價錢 重點是 2010年的時候 沒有氣囊 剛剛好而已 給你一顆你賺到了啦 給你兩顆 哇 佛心 那個時候有六顆八顆的 不過你要買到什麼 進口車雙低等級 百萬級以上 才有四顆起票 人家在那個時候 人家就給你五顆了 放眼望去現在給你 十年左右的這個二手車 叫你買一台手牌車 不要說安不安全 你現在想一台不安全的 2010年有什麼不安全的手牌車 我聽看看 那個 因為我還要在這個業界混 所以不好意思 沒關係 你可以講 那個已經倒的 哦 已經倒了嗎 比如說保存蓮花 對不對 箭兔嘛 箭兔 箭兔兩顆而已 而且其實箭兔才110匹 還有115匹而已 而且以那個馬力重量比 軸距啊 底盤啊 應該是不太能比 除非它買回來改EVO 四輪驅動底盤 要不然基本上沒有機會 所以這個價位就只有這一台 我有跟你講多少錢嗎 沒有耶 68萬 68萬 真是太便宜啦 欸 但是講那麼多 它真的可以發動 可以動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模型車 這模型車 我們現在齁 這台車我們其實是賣12萬 那12萬是只有這個 模型 沒有產權 沒有鑰匙 欸 啊沒有鑰匙 你需要鑰匙嗎 好 好 需要鑰匙再加10萬 22萬 對對對 那產權還沒有轉移 你現在有鑰匙了 跟一個模型了 啊 產權要嗎 如果要的話 再加10萬 欸 32萬 帶走 還有什麼鑰匙 不用了 已經全部有 產權也轉移了 鑰匙也有了 車殼也有了 你還需要什麼 不要了 不要這樣 旁邊需要 一個美女服務嗎 嗯 老婆會看 老婆會看是不是 先不要 好 老婆沒看的時候再處理 沒有問題沒問題 交給我 好不好 誠摯的為您服務 好 我們有真正的 我們還有上海的 我們有東北 湖南 湖北 我們都有 好 我們真的是賣車的 賣車 對對對 就是想買車 沒有 我們真的是賣車 好 對對對 好啦 那我們帶他出去 試一下車 好 看到沒有 六速手牌 對 韓道檔 韓道檔 你還是這樣算 對對對 現在的招應該是七速 對對對 又被你學到一招了 沒有 RD是重力的模式 R Racing 你不要像運轉手之列一樣 從媽台中到台北 剩下套檔可以開而已 我會怕 好 我今天你還沒買單 小心開 好 出發 走 出發 好久沒開手牌 好久 真的假的 不要嚇我啦 我會怕人家聽到這個 真實話 這件都沒洗我對不對 對 可以OK的啦 它這個起步 小心喔 這窟窿有點大 這個窟窿 你知道門口為什麼要設計這個大窟窿嗎 再鑽一點 哈哈哈哈 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測試一下頂盤 這車不帶你去 黑一下 106號線到不行 106號 你就去哪一次 我們喔 對 比較長 比較喜歡 比較like 浦子山啊 近一點的話就是那個故宮後面 你知道嗎 喔 我知道啊 上次我有客人在那邊車撞爛了 他也是要跟你買車的時候嗎 不是 他跟我買的車 然後有一天晚上叫你去救拿 車都爛掉了 你服務這麼好 不要懷疑 不管我做出什麼服務 你都不要懷疑 因為我真的是賣車的 我哪裡都沒有問題 看是要金絲貓 看是要金絲貓啊 還是要越南行員啊 還是要泰國行歌啊 我們都沒有問題 現在歡迎很幸福 關掉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再過一陣子再問你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我有眼線 我跟你講 好好好 對 叫我老婆慢慢侵入 等他們兩個變成好朋友 叫他們一起約出去玩 這樣我們就有空 你試那麼多新車對不對 就麻煩你把它當作這隻 福特新上司的一台 手排車 好 來測試一下 給我們了解一下好不好 真的 你講他這個年份 你到現在也十年喔 十年剛好啊 我小三年級啊 沒有 直接那個底盤 很厲害耶 壁耶 你才開箱 媽 你是要太浮誇啊 如果你十年了 你要這麼結實 這種程度不簡單 你說底盤喔 底盤啊 拜託 我們這才開9萬公里而已 9萬公里 我跟你講 小燕婷 你 你有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去查 如果沒有人就死定了 我有定義啊 我跟你講 我們在做這個試車節目 小四這邊 我們不浮誇 也是大狂 我們都講內心最真誠 最真實的話 所以你現在在這邊發誓 接下來你講的話都是真的 真的 確實是真的 如果不是的話會怎樣 不是的話 真誠也長不高了 你滿是長不高的 不是的話你躺著 都不會再躺高 對男人來說 躺著不會躺高 是蠻獨的獨視喔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可以開始進入這裡 他跑9萬公里而已 那基本上這個車 其實在四年前 就是我賣給這個車主的 喔喔 對 一個在獨客的工程師 台居鏈 不是賣雞排的那個台居鏈 老實說 而且十年車 幫安排也沒有什麼活動 對不對 袋數很穩 很穩 其實手排車本來 袋數比較低對不對 我再請教你 他這個1234567890 你知道嗎嗎 之前可以打電話對不對 我用手機還沒有比較安全嗎 我在這邊還沒有比較安全嗎 你設定那個嘛 電台比較好 這個0到100的官方數據是9秒 9秒 可是因為今天泰山有根 再加上我們兩個的噸位 大概10秒6啦 再加上說他有點年紀了 接下來等一下要考上坡體步 我跟你講 我開那麼多手來沒有問題 這邊還是給你開好了 對 然後手剎車就是老司機了 我跟你講 這個沒有那個 抖坡體步沒有 真的假的 你不要緊張 我不要緊張 這個一熄火就直接是下車了 下次再來 你放心 因為後面那個隔離卡 我們還賠得緊 唉唷 哇你運氣好 不是平反而臉 好來 OK啦 後稅大概3公分左右 多一點 大概3公分左右 還OK 及格及格 不用下車 這個群氣防滑不能關 本來想說要讓你買單 可是你認真講 要帶小朋友也OK 真的OK 你不覺得像媽媽看那些新車 然後說這個 怎麼空間怎樣 可是其實我覺得像這麼小 別的台其實不算大 泰山坐到後面 然後他膝蓋頂在你的椅背 我都感覺不出來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腰有腰靠 那是泰山的膝蓋 那是他的膝蓋 對 他被你往前頂了 怎麼這麼有彈性 對對對 他幫你腰 他怕你腰灌好 幫你挺住腰 可是其實 我覺得一般像這樣大小的車 你小朋友真的到國小 三年級 四年級 甚至五年級 我覺得應該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到國中都沒有問題 那很多人就說 我一定要有小孩一定要修旅車 我想不透為什麼 我小時候 我爸開那個也不大 那個歐寶 KB的你知道嗎 國小我爸開到國中 我國中嘛 其實那空間都是很夠的啊 一家四口 都沒有問題啊 真的沒有需要 就不要買修旅車 所以如果我就覺得 修旅車是十二十平 其實我自己拍了蠻多影片 我很少拍修旅車 我不知道修旅車要講什麼 還是你們比較厲害 什麼都可以講 對 為了生活 為了生活可以遠 不過真的好的 我們才會推 沒有啊 反正你接下來講的話都是真的 所以你看 這個大小回來 開開走白車 邊聊天 開到山上喝咖啡 不是很舒服 而且它完全沒有這種 十年的鬆散啊 或者是摔脆的那種東西 沒有它引擎真的住得還不錯 我當初賣給它的時候 車況是有個體驗很好 再加上坦白說 我都還不常開啊 因為它輪班的 所以它那個上班時間 其實都很長 完全不用煞車耶 不過我聽到它後面 有那個飛鈴的東西 輪胎可能飛鈴就行了 我剛開始說 這個避震器 雖然不是說 非常的讓你不舒服 可是支撐性還OK 而且我們現在完全用單檔 對 上坡可以用單檔 不會 力量不會掉下來 自然經濟上也不會掉啊 渦輪才會掉吧 渦輪可能用高檔位 力量不會掉 但是自然經濟 你一般要用二檔才會有力量 對 像我那時候的 136 就是它那個齒齒比 就是調的 密子喔 這種的話一定要用二檔 二檔又太高 但是這一台三檔剛剛好 你看一路上 完全沒有換檔 我上次開那個BRZ手排的 因為它高轉速可以到極限多轉 所以這邊可以二檔到幾 都不用換檔 從三下到三檔都二檔都不用換 而且我很喜歡以前這種 反向的感覺 路感 現在新人車 很多都 好好路感比較模糊一點 有點變化了 而且啊 它當初喔 其實它新車的時候就配17吋 一圈 欸 站這麼小台的車 只有17吋 對不對 沒有啦 你說特別快 我覺得 有點胡爛 可是 就是整個順暢度 對 然後加速的線訊 過彎的那個循跡性 我覺得都不錯 那它有防滑又加深了 我們一點過彎的線訊 對 它轉下來就不準 對啊 我看你過彎也沒在手軟 而且走到那裡我們都沒有煞車 呵呵呵呵 你看 指哪裡就轉哪裡 不會過頭 不會過頭 剛剛好 可是我真的覺得它這個底盤 算是剛好 因為它好像感覺它還是有 顧慮到一些舒適性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它避這行程是長 很多日本性的車 我覺得它為了操控就是14吋 對啊 對啊 但是這種歐系啦 這張歐系 對啊 就是會 呼籲到這種舒適性 我開雷克薩19有這種感覺 就有一點行程 把它做得太短 然後有一點太適應 好喜歡走台的感覺喔 懷念喔 懷念了 真的天氣好 然後旁邊都綠色的 然後這樣開出來 我其實我每次都很享受出來 這條路四車的感覺 所以你看 這種速度 如果是一般叫的車 覺得在這裡會有側情不舒服 過去短啊 它就是地過這種刷就過去了 所以在家的人 他也不會抱怨說 你太好了 會啦 菜山快吐了 我們攝影師在 哈哈哈哈 我忘了後面有一個人 口渡袋 我去準備 欸這邊又一台 你看舊車筒 那是舊車筒 我們這個是新車筒 DM配色 好不好 頭髮子 0到19.9秒 19.9秒 這時候你也用不太到 但是這個車強調 就是它的過彎 它很操控 對啊 舒舒服服的 天氣好好的 冷氣吹一下 還有你說 想要練車 這個是很好的一台 喔 錄手排車這樣 對 或者是你要練一些 基本的入彎 出彎 操控 蠻那麼操控 欸其實這車也很好改裝 操控品 靠前面很多 對啊 而且我覺得 共用度蠻高的 我前一陣子有買一台 也是這個手排的 改渦輪 加一個渦輪 可以先NA練一下 然後再改渦輪這樣子 那個壽命可以 一點點 可是其實有一個重點 我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2010年的這個車 手排車 正常的話 這個車 車上在收購價 2010年 大概會在15到20萬左右 可是如果它當時 它是有1.4自排款 跟1.6手排款 嗯 你如果當時 1.4的自排款 可能剩下15萬 甚至不到都可以 但是因為它是手排 所以它有一點保持性 所以會在15到20 不見 那當然賣出來的話 依照車款的里程度 然後車上整理的狀況 有可能會介於25到30萬的時間 是這個車在市場上賣價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這車 我覺得蠻保持 10年來欠這樣 20多萬 將近30萬的價錢 但是喔 你可以預想得到 就是我們剛剛在討論你的問題 我說真的要叫你買一個 大概10年左右的手排車 真的沒什麼選擇 我就207 回來那樣修到 但是你如果說回來要好照顧 其實選項真的不多啦 由此你就可以感受出 其實這個車未來 保持性應該是相當不錯 即使你現在買回去 你再開個1年2年3年 未來我相信 只要你照顧得好 一定都有人會想接手 對 最主要是花這個錢 你才買到這個樂趣 好 好 好多了 那等一下回去結帳 好不好 喂老婆 送證件有沒有帶 有有有有 你也是屬於那種買車要問天問地 問老婆或媽媽的嗎 你是屬於那一種的 對 對 不行 我們現在在這邊 我們要虧搶男人 要有絕對的財務自由 沒錯 你現在三檔沒退 三檔沒退 總數有一點提 2,000多種 OK 夠力 不錯 你要先來拍 不過比較難拍動態 對 因為它路小 而且其實它車流量算大 沒有加兩招 動態怎麼拍 動態 對啊 那個 就是比較那個 對 算在這個彎道 有沒有拿 哦 我還以為是叫攝影師 投散出去 欸 從B柱就A柱就 也要 如果要跟車的話 是假的 車手的車尾 不是啦 你會買一台那種Edicap 那個後檔後玻璃可以打開的 哦 對 在後面就好了 我有賣 要不要 好 加上這一台 從滾包 滾在一起 兩台都不得的 好好好 丟車還要求你 不會丟車 小吃賣的時候不會丟車 只會過路而已 哈哈 如果萬一 你跟我買的車在拍攝當中掉下了 你打給我 我們不僅人道 我們幫你服務 我們還把你開設完成 好 今天腳是變男主角 哈哈哈哈 今天謝謝你 我要還願的 小Cas 還願嘛 我幫你拍一片 你就來還願幫我拍一片 好不然你會倒楣 你也衰 那我們今天的VSR試車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好 這個車不要說要買好不好 通常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 這車都已經賣掉了 賣掉 對所以我們沒有在騎你們買車的啦 好不好 我們不像中 有沒有 每天都在虧坑的 有沒有 哇這車加速零力 哇塞 哇後車箱好評選喔 哇 LED的頭燈 LED的尾燈 哇還帶有光橋 附有設計感 我弄醉了 CD值只有0.25而已 媽啊 我沒有像他們這種的啦 我們這時間就是跟大家分享 這個車的確以一台 這個20多萬的手排車來講 好照顧好癢好改裝 又有樂趣 那熱血是也可以 其實熱血是你要很快 你可以自嗨嘛 對 你聽著引擎聲音很大聲 哇過彎好像很爽 可是其實很慢 也沒關係嘛 自己開心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謝謝小Eddie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小次系列頻道 還有小Eddie的 DG MOBI DG MOBI 好不好 好你也會放上來 欸欸欸欸 放香去 你還沒有付錢欸 還沒有 好不好 好不好 訂閱我們頻道 記得留言分享 支持我們再繼續做分動影片 這集流量不好 下次我就不會再找他了 流量好一點的話 下次再找他來祝福啦 拜託拜託 好 掰掰 milj都會 Saying 恢復 tä 次周圍 現在網友都很容易高潮 片還沒出來說 小師我光看封面我就高潮 我以為是看到波多爺的封面 這麼容易高潮 對啊 哇那很棒很省錢 都不用買光碟 以後只要做封面就好了 也不用下載 以前那個網路播接的時代 松島風的臉還沒跑完 幹你就不行了 因為很慢嘛 壺還沒開啊 所以永遠都不知道 松島風的奶長什麼樣子 因為大概到鼻頭這邊就不行了 松島風是誰你又知道了 其實我不知道 我都沒有在看那個東西 你都看那種國外吐口水 啪啪啪 手會吐口水那種 對對 啪啪 啪啪啪 吐在手上那種 哇塞 我覺得是Pulo 沒想到你竟然是喜歡這種 我是不喜歡看洋劇啊 我都看日劇 我不喜歡看洋劇